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母 生地与清透浮热的清蒿 琴角 银柴湖等配合成方 若兼气虚者 常配合黄旗 山药等以益气 兼血虚者 配当归 熟地等以补血 热胜者 作以苦寒泄火者 黄白 黄琴等 代表方如清蒿憋甲汤 清谷散 当归六黄汤 下面我们来学习清蒿憋甲汤 清蒿憋甲汤来源于温病调变 由清蒿憋甲 生地 织母 单皮五味药物组成 具有养阴透热的功用 教材描述养阴透热是连在一起写的 我认为在养阴和透热之间加一个冻号比较合适 为什么呢 等讲完你就明白了 本方主治 温病后期 挟伏阴愤症 正见夜热早凉 热退无汗 舌红少胎 卖细索 本方所治症后的核心病基有两个方面 一是温病的后期因业大伤 二是鱼邪身浮阴愤 所谓鱼邪就是鱼热 所以其发热是由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 为什么会夜热早凉呢 人体的胃阳之气 日行于表 而夜入于理 阴份本有浮热 阳气入于阴 则助长邪热 两阳相加 阴不治阳 故入夜生热 早晨 胃气行于表 阳出于阴 则热退生凉 温病后期 阴业已伤 加之邪热身浮阴愤 则 阴今一号 无以作汗 再加上 其热退是因为阳气出表 故热退无汗 舌红少胎 卖向细索 结为阴须有热之后 此 阴须邪浮之阵 若存用之阴 则知逆练邪 若单用苦寒 则又有化造伤阴之病 必须养阴 必须养阴与透热并进 因为本方症的病机 涉及到阴须和余热身符两个方面 所以也必须养阴与透热并用 方中 憋甲咸寒 直入阴份 知阴退热 入落收邪 清好 苦心而寒 其气方香 清中有透扇之力 清热透落 隐邪外出 两要配无 知阴清热 内清外透 使阴份服热 由外达之际 共为君要 正如无堂至世 此方有先入后出之庙 清热不能读入阴份 须别甲领之入业 别甲不能读出阳份 有清热领之出业 生地干喊 知阴凉血 知母苦寒滋润 知阴降火 共咒憋甲 以养阴退热 为尘药 单脾辛苦信凉 谢雪中浮火 以助清烤 清透阴份服热 为佐药 诸药合用 共咒养阴透热之功 本方中清浩和憋甲的配物 是重点 必须是充分理解 憋甲在本方中体现三个作用 一是知阴 二是退虚热 三是入落收邪 憋甲的知阴作用 与硅甲比较而言是比较弱的 必须与生地之母配物 余热身浮阴份 需用清浩透热外出 但清浩不能独入阴份 憋甲能入落收邪 入阴份收邪 能带领清浩进入阴份 这就是 清浩不能直入阴份 有憋甲领之入也 这就是先入 之后 憋甲不能独出阴份 因为清浩气味方向 能够透热外出 清浩能带憋甲外出 这就是 憋甲不能独出阴份 有清浩领之出也 这就是后出 所以说 此方有先入后出之妙 这是吴居通 对这一对配物的解释 很形象 请同学们 仔细体会理解 这一对配物 主要是为了 入落收邪 透热外出 解决了 英分的余热服邪 全方五味药物 可以达到清透 虚热目的的 有五味 脂婴 有憋甲 生地 脂母 三味药物 所谓的功效 体现在 养阴与透热 两个方面 本方的配物特点是 脂中有氢 氢中有透 养阴而不练邪 去邪而不伤症 使阴妇 邪去而热退 下面说一下 临床运用 第一 辩证要点 本方适用于 温热病的后期 余热未尽 而阴液不足 只需热症 临床应用 以夜热早粮 热退无汗 舌红扫胎 卖细硕 为辩证要点 第二 加减变化 若木热早粮 汗解可饮 可去生地 加天花粉 以清热 生津止渴 若养肺 若养肺 若肺硬虚 加沙森 麦冬 知音润肺 若容易小儿 夏季热 可加白胃 河梗 以去鼠退热 第三 现代应用 本方可用于原因不明的发热 各种传染病恢复期 低热 慢性肾鱼肾炎 肾结合等 熟 因须内热 低热不退者 第四 使用注意 因须 欲做动风者 不宜使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